被人们认为悬而又悬的道 其实就是宇宙自然发展的基本规律 我们通过观察就可以发现 无论是自然界的春夏秋冬 还是人类自身的生老病寺 无论是花开花落 越圆越缺 还是盛级必衰 朝代更替 所有的事物都在循环往复之中 那么认知这种自然规律 对于我们有什么重要作用吗 而《道德经》中的《反者道之洞》 又蕴含着怎样的道理呢 台湾师范大学教授 著名学者孙世强先生 为我们解开《道德经》的奥秘 请继续收看第五集 《反者道之洞》 小孩子为什么敢去荡秋千 因为他心里明白 我这一旦上去 他又会回到地面上来 如果他认为说 这一旦上去 就到天上去了 你给他吃太多的糖 你再哄他 那是不错的 这是个事实 因为《义经》告诉我们 无极必反 那一般人听到无极必反 他还是不太清楚 所以老子 他就直接了断告诉我们 道是要动的 如果道不动 他就没有作用 但是他怎么动法呢 他是用反的方式来动 你看人越来越老 我们非常希望我们会越来越年轻 你就是做不到 因为这是道 事情越来越糟 制度刚开始有效 一阵子就没有效了 东西越来越成就 这就是什么 反着道指动 但是这个反着 它一共有三个意义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第一个就是返回的反 返回原点 回到起点 所以我们为什么 很少说始终 我们多半讲终始 就是我们有个期待 结束了又是个开始 这样这个结束才有意义 这个反 返回的反 是道 动根本的原因 这是老子非常重视的 一个反字 另外两个反 是解释反的现象 你看第一个现象就是说 我们发展 是从正面发展到反面 你不爱一个人 你会恨他吗 你没有理由恨他 你就是因为爱他 所以你才会恨他 这种现象 就是发展 由正面 然后到反面 那第二种现象呢 就是相反相成 这个相反相成 一般人是不太了解的 因为一般人 如果相反就相反 都会相成呢 相反它会相成 就是什么 就是阴阳复补 你关于阳 那就太高亢了 用点阴来补 你太阴了 那你就没有活动力 所以用阳来补 阴阳它是相反的 但是它彼此呢 它可以复补 它可以使得对方 发生更好的效用 所以我们常常讲 一件事情 有它一体两面 你不要只宽到一面 你应该两面都照顾到 这些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反自有三个含义 但无论是反归原点 不及必反 还是相反相成 其实都是自然发展的 基本规律 这个规律表明 宇宙中万事万物的变化 都是无尽的循环往复 但是反和道 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听到老子的话说 凡着道之动 那我们又模糊了 所以我们有必要再解释一下 第一个 动是必要的 不能不动 你看人不动你就完了 你躺在船上 然后盖子就流失 然后你就酸痛 你就不自在 你就想爬起来 这都是大家常有的经验 因此呢 中国人老人家 你行不行 因为道是要行的 所以我们是来行道的 如果不行的话 它就没有变化 如果没有变化 那就不能生亡物吧 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的 动 就是生生不息的一个主要动力 第二个 道它是以动为主 所以动是道的主体 凡是主体 它就是不能变的 没有一件事情不在动 没有一件事情不在变化 但是 动这件事情 它是永远不会变的 它会越走越远 最后 它到了极点的时候 它一定要返回来 变回原来的样子 就叫返回 第三个 变化它是自然 生活要有规律 但是可以有点变化 这叫做生活嘛 因此呢 变化 它不是完全一致性的 完全规律化的 完全不能变的 没有 它有一个规律 是周而复始 但是这个周而复始 不是固定的轨道 你看春夏秋冬 有时候春比较长 有时候夏比较长 有时候好像今年秋天特长 它还是有点变化 循环晚复 它是非常自然 不是刻板的 《道德经》二十五章里面 有这么一句话 强卫之明越大 大是什么意思 大就是事 事不是不见了 事它是行动 所以用这个看不见的这个事 好像说不见了 意思就是说 它大到你没有看到边际 你找不出它 到底跑到哪里去 是越远 大到很远很远 这个远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 急的意思 我们现在很多事情 我们很喜欢无所不用其急 希望把它搞到极致 其实完全是自讨口词 为什么 那因为你到了极点 那它很自然 就会由极点而慢慢变成不是极点 这才叫做返 到了极点又变成不是极点 那就又回头路了 所以为什么老子的结论叫做什么 叫做远越返 远的意思就是已经开始走回头路了 你看我们现在都非常清楚了 地球是远的 你只要认定一个方向 你一直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 最后回归远点 凡者道之动就是告诉我们 无论什么事物 当它发展到极点时 一定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这就是宇宙自然发展的基本规律 老子认为 人类也是自然中的一部分 所以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与大自然的发展规律是相通的 真的是这样的吗 你干皮鞋就好了 现在流行圆头的 慢慢大家觉得 怎么你也圆头我也圆头 就把它变成尖的 尖到不能再尖的时候 就变平的 那平的越来越看的时候 就开始有人尖了 有人圆了 所以它是在变 变是不变的原则 但是变它有不同的现象 它本身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世界上的事情有一样的 就有不一样的 一样的我们把它叫做本体 而不一样的叫做现象 本体不变 现象万变 所以我们从反着道之洞 我们就推论出 我们说 死了会复活 会复生 但是实际上 死了哪有人复活呢 没有啊 那怎么办呢 我们说有来生 会轮回 那些都是我们一种期待 根据这个 我们做出这样的一种推论 你看科举制度 本来是很好的 可是当它经过变到极了 非常完美的 它就开始没有用了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科举是怎么回事 他就循着那条路去走 他就走捷径 他其他都不学的 最后考出来的人都没有用了 那科举就完了 那现在选举也是一样 选拳选到最后 那选举也没有用了 因为你所有的那种漏洞都被抓住了 所有的弱点都被掌握的时候 你掌好的制度最后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现在从老子的思想 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科举 科举其实叫做考举 就是用考试来举弦嘛 然后有推举 把好人推出来 然后选举 这三种漏洞好 答案是不知道的 因为刚开始都好了 一阵子都就变坏了 所以他说反这倒是动 制度越来越没有效 方法越来越不灵光 方式越来 大家就觉得漏洞越多 在现实社会中 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 一个新推出来的政策或措施 刚开始实行时 往往是效果显著的 但是无论多么好的政策或者措施 都不会永远行之有效 看来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规律 既然如此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二章 他写了这么一句话 人之所物 为孤寡不孤 你看我们听到孤 听到寡 我们就觉得这很凄惨 那什么叫不孤呢 不孤就是不好嘛 不善嘛 但是呢 王公已未称 你看历代的王公 都自己称呼自己 孤寡人 然后不孤 民间也是一样 那我是人家的舅舅 我写信给他 我一定写个余舅 就是我这个舅舅很笨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就是非常了解 凡者道之动的道理 你说孤 你就可以不孤 你说寡 你就可以不寡 你说你不善 就会变成善 你说我很愚蠢 人家就说哪里哪里你很聪明 你看你到处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一个人为什么要谦虚 为什么不能自大 就这个道理嘛 我们再举个例子 你说每一个帝王都人家 趁他万岁万岁 这都是假的嘛 因为不可能嘛 当你说到万岁的时候 就是走到极了 又返回来了 那就保证你 你是不可能万岁 这无极必反 你到处可以得到印证 想得面子的人经常没有面子 我不怕没有面子的时候 他自然就有面子 我们在生活上 随时随时可以看得到 《道德经》二十三章有一句话 大家非常熟悉 飘风不中朝 这个字念朝不念朝 朝那个时间很长 朝就是一朝一夕而已 昼雨不中日 暴风雨刮不了一整天 可是大家说那才过 明明现在一下就是一天了 日夜就是急暴雨 搞得你谁都熟悉不了 不错 那是常态嘛 如果那是常态 我们还活得了吗 那是反常 那不是常态 所以道可道 非常道 就告诉我们 有道 它就有常道 就有非常道 我们把它叫做气候异常 我们把它叫做反常 就是有这种反的作用 否则变变变变变了最后 您道都不见了 那也叫做什么道 所以我们现在讲求心求变 是非常可怕的观念 现在社会的特点就是变化多端 很多人觉得求心求变代表着社会的进步 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服饰装扮 越是怪异 越是新潮 但是 孙世强教授为什么却说求心求变 是一种非常可怕的观念呢 我们又该如何看待 这千变万化的现代社会呢 《道德经》十六章讲这么一句话 万物并坐 无以观复 万物并坐的意思就是说 万物它是变化多端 它很防复很众多 看到眼花了亮 哎呀世界上怎么那么多变化呢 怎么那么绰绰复杂呢 但是无以观复 老子说你不要急啦 你看 最后都是回归原点 你在什么变化高楼大厦 最后都是一味平地 你在怎么样精致名贵的表 最后都甩掉了 又没有用了吧 反 就是回归原点 那回到什么地方呢 你去看 万物并坐 无以观复 复就是回到原来的根源 接着你说 复物云云云云就是 云云就是我们今天常讲很繁多 非常繁多 但是各复归其根 云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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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或者叫做恍夫 这两个都一样的 他好像有又好像没有 你很难去辨认 你不容易说清楚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运动的结果 又回到原先的恍夫 原先的夫妨 这个叫什么 处以混沌再入以混沌 所以二十八章用了四个字 叫做复归以谱 我们今天常常讲仿谱归真 就是说 我们从谱 谱一散了以后 从混沌 混沌一打开以后就产生万物 再怎么产生变化 最后又回到原始的状况 就是混沌的状况 你看 人之将死的时候 他是很清楚的 也教他很多事情 可是慢慢他就开始迷糊了 最后混混沌沌 黄黄黄黄 就表示他要回去了 我妹常常讲说 从泥土来 又回泥土去 所以人根本不用怕死 你回到你老家 你还怕什么呢 万物他并没有选择的意愿 他是不得不如此的 因为万物根本就是道所生 道所富 什么叫做富 就是他终生离不开你了 你离不开他 他也离不开你了 我们读经典 不是说我站在反论的立场来批评你 而是站在反者道之洞的观点来调整 因为毕竟 古圣仙强 离我们很久了 这当中越走越急 越走越反 不想反到哪里去了 我们这一次 反就是正本经元 就是回归老子的原来的意思 那这样读道德经 就有用了 我们用重新读它 来调整自己的身心 人们之所以觉得道德经深奥难懂 一方面是因为年代久远 古汉语和现代语言有了很大的变化 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变迁 古圣仙强的许多思想被扭曲 被误解了 那么在中华文化复兴的今天 我们要怎样做才能够回归原点 真正读懂道德经呢 《道德经》七十一章 写这么一句话 知 不知 上 不知 知 病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虽然我知道大道 我已经知道大道了 但是呢 我自己还是要保留一点 你知道你永远有些不知道的部分 你是上等人 你是最高明的人 不知 知 病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不知道大道 但是我偏偏认为我知道 然后到处去悬要 所以我就是懂的 你们才不懂 我说的算 你们说的都不算 这个叫做什么 这叫做病 病就是缺失的意思 圣人不病 与其与病病 忽为病病 是与不病 圣人为什么没有这种毛病 就是因为他把这种毛病 当作一种毛病 我们一般人是把这种毛病 当作不是毛病 这问题就发生在这里 圣人他知道 就算大家都说我很懂 我还是不太懂 这样我就不会犯毛病了 我就不会自衰自衰 最后把自己爆破掉了 一般人 他是因此一点点小的东西 他就沾沾自许 他就认为自己比别人高人一等 所以他就病了 圣人他就看到一般人有一种病 而不知道是病 他知道这种病就是病 所以他就没有病了 老子的书不容易看 因为他的话是有转折的 否则你看说知不知 你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我们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 偏偏有三个毛病 所以我们读经典老读错了 然后一直骂经典 第一个就是妄文生意 我们很少反复去思考 很少想得很深入 很少做到老子最希望我们做的那一点 叫什么不是误而是明 所以我们常常讲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那就是要讲老子的话 那明白的人才是最高层的人 那你万文生意 你不求圣洁 你如果知道这就是我的毛病 那就没有病了 你偏偏说这不是我的毛病 那就完了 那就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最后就是害人害己 然后罪嫁一等 所以有人读《道德经》 他就说老子根本就是个阴谋夹 什么凡者道之斗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追一个人 你不要在后面拼命追 你拐个弯在前面等他 他迟早被你逮到 那不是阴谋是什么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问题 拿来研究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真的要站在明的立场 来探讨一下 老子是阴谋家吗 谢谢 必顾与之 其意思 想要他和尚 必须使他先张开 想要夺取他 必须先给予他 有人说这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 也有人说 这完全是一种阴谋诡计 智慧与阴谋的根本区别在哪里 请继续收看第六集 智慧与阴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